互联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家鱼 欢迎大家好,去学习零基础,主门学习passion 如果你课后有勤家练功 那么对于制服创的查找,你应该已经是深恶痛绝了 你发现下载一个网页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要在网页中查找到你需要的内容,那就是困难的 你发现制服创查找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并不是说直接使用file的方法 找到匹配制服创的位置就可以了 并不是这样 我们举个例子 学习了前面几节课,你肯定尝试过写一个脚本 来自动获取最新的代理IP地址,对不对 但是呢,你肯定会遇到困难 我现在重现一下大家会遇到的困难 大家肯定会先踩点,对吧 像我们这个网站,我先审查元素 找一下他这个代理IP前后有什么标签 OK,这个是TD标签给包围起来了 是不是 那你会接着会发现 其实别的地方也会有TD标签 但是里面包括的不是IP地址,对不对 那你可能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先找一个Ttable,然后再找一个Tbody 然后再找TR再找TD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定位到了IP地址的这个唯一特性 因此找到一个IP地址 但是呢,这样写不仅麻烦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不具备通用性 你在这个网站可行 在另外一个网站你就不可行了 而且,万一上涨哪天心血来潮 改了一下网页的代码 那你更是心塞呀 这时候你就会琢磨 可不可以说按照我需要的内容特征 来进行自动查找呢 也就是说,我要找一个IP地址 那IP地址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有四段数字组成 对不对 每段数字的范围是0到255 那分别是由这个三个英文的这个句号 就是点号隔开 那这个就是IP地址的特征嘛 根据这个特征 他去网页里面查找 很抱歉 制服创所附带的方法 你无法做到 但是呢,我们遇到的问题 计算机老前辈们也已经是想到了 并且帮我们设计出了非常优秀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证则表达式 今天小姐将教大家使用证则表达式来匹配IP地址 OK 关于证则表达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式笑话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笑话是 有些人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想 我知道可以使用证则表达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现在他就有两个问题了 有些人可能还没听懂 意思就是说使用证则表达式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没错,证则表达式的确是很难学的 打击一下大家的信心 但却非常有用 这么来说吧 在编写处理制服创程序或网页的时候 经常会有查找符合某些复杂规则的制服创的需要 例如说这个符合的规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由四段数字组成 中间分别有三个点 对不对 每段数字的范围是0到255 那么这是一个规则 好 那用Python自带的制服创方法 你一定会恼羞成怒 往到最后你肯定往不了 那这时候你如果懂得证则表达式 你会发现这真是灵当妙药 因为正则表达式就是用于描述这些复杂规则的一个工具 正则表达式本身就是描述这些规则的 不同的语言均有使用正则表达式的方法 但各不相同 Python的话是通过这个R1模块来实现 因为我们说这玩意比较难 所以我们边举例子边给大家讲解 这样大家比较好接受 R1模块 那我们就把这个模块导入import 搞住之后我们来试一下先 我们举个例子 SEAR search 正则表达式有一个search方法 好大家看 search方法的话是在字符创里边 是在这个是对象字符创 是在字符创里边搜索我们的正则表达式模式 第一次匹配的位置 我们这里找到了 它的范围是7到12 7到12 它是下标由0开始数的 跟字符创的下标一样 0 这里第7到12 它找到了match fixc 那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第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正则表达式模式 也就是你要描述的搜索规矩 这里需要使用这个原始字符创 加一个r来这个编写 这样子的话呢可以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它的起始位置呢是从0开始的 所以这里匹配是7到12 ok的范围啊 那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呢 它就返回那 就没有返回这么一个东西了 它就返回那 什么啥都不返回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质疑了 你说了那么多废了那么多话 这不跟fix的方法一样吗 我看一下我fix的方法实现给你看 fix的 不一样吗 虽然它返回的是它的下标的起始地址 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加上去嘛 对吧 那完全也是可以 好 那我们来一个fix的方法没办法实现的 大家都知道通配服是吧 就是信号 或者问号 这个是我们习惯的通配服 我们用它来表示任何字符 那么例如我们想找到这个 我的类型的文件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搜索 我就信号.doc 或者docx 因为doc是我的文件的后缀名 是不是 信号呢 表示任何文件名 那么你就可以找 XXOO.doc 或者XXO.docx OK 正者表达是也有所谓的通配服 不过这里是使用一个点号 就是一个英文的句号 一个点号来表示 它可以匹配除了换行服之外的任何字符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还是用search方法 我们这一节课就用search方法 点号 那我接着后边是一样的 大家看他找到什么 他找到了第一个字符i 对不对 因为这个点号代表的是 除了换行服之外的任何字符 所以i被匹配到了 那你也可以这么写 我这里不加c 那么点号这里匹配的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c匹配进去对不对 因为点号代表任何字符 那喜欢思考喜欢提问的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了 那既然点号可以匹配任何字符 那我如果只想当当匹配点号 这个字符本身 那你要怎么办 哎有办法 正如python的字符创规则一样 想要消除一个字符创的特殊功能 我们就在他前面加上什么 仿斜杠 没错 加上一个仿斜杠 我们来试一下 仿斜杠啊 大家看到了 他匹配的就是这个点 这时候点号不代表任何 这时候点号不代表任何其他字符 他只代表点号 因为他前面有仿斜杠了 给他这个解议了 也就是说在正者表达式中 仿斜杠同样具有剥夺原字符的特殊能力 什么是原字符 就是这个字符 它本身代表着其他行义有特殊能力的字符 就是称之为原字符 这仿斜杠刚才是强得大了去 OK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想要匹配数字 那我们可以使用仿斜杠加上一个小写字符d 就是这样 来匹配任何数字 我再举个例子 这里我们加上一个数字来带匹配啊 123 那这里呢我用d OK 大家看到了 他匹配的是什么 匹配的是这个1 对不对 这个1 那我如果说是 这样子 再加两个 他就把123 每个 匹配一个数字 对不对 123 三个一次匹配下来了 OK 那么结合以上两点知识 我们就可以匹配一个IP地址 大概会这么写 r1.search 记得要加上r 原始制服创 那么IP地址就是 三个数字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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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斜-d 加一个点 点你要匹配他本身 那就是仿斜-点 然后仿斜-d 仿斜-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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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192.168.111.123 大家看到匹配成功了 当然我们这么写是有问题的 首先仿斜-d 表示匹配的数字是0到9 而IP地址的约定范围 每个每组数字都做啥 是0到255对不对 那你这里三个仿斜-d 他可以匹配的最大数字是999 而你这个范围最大是255 是不是 OK 那第二个 你这里要求IP地址每组 必须有三个数字 但是有一些地址却是192.168.1.1 对不对 像这样我们就匹配不了了 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就匹配不了了 对吧 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么写也太丑了 对吧 太难看了 OK 既然有问题 那就有解决的方案 我们逐个来破 为了表示一个字符创的范围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叫做字符类的东西 使用中括号 中括号事实上也就是两个原字符 这个是一个原字符 这个也是一个原字符 中括号 来创建一个字符类 字符类 那么字符类的行义就是你只要匹配这个字符类里边的任何一个字符那么都算匹配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要匹配原因字母原因字母就是AEIOU这五个都是原因字母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写 用中括号扩起来AEIOU 好OK我们匹配到了一个O对吧一个O 哎那大家可能会有疑惑了大写字母I也是AEIOU里面的I呀 那怎么不匹配它呢 哎这是因为正者表达是默认是开启这个大小写敏感模式的人家也敏感啊 所以呢大小大写I跟小写I它会区分开来 解决的方案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关闭这个大小写敏感模式 这个我们后边来讲解 第二个呢就是修改我们的字符类 例如说你把它改成加上大写的AEIOU不是行的吗 AEIOU 这样子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第一个I匹配出来了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字符类中的任何一个字符匹配成功 那么就算匹配成功 那中括在中括号中你还可以使用一个小横杠啊 就是这个小横杠来表示一个范围 例如说我这么写 A到G那么就是小写A到G就ABCDEMG这26个小写字母的范围 那大家看他就把这个L把这个L把这个L给匹配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这么写 我在这里又加上123 然后在这里改为0到9 那么他就把1给匹配出来了 是不是 那如果说这里改为2到9 那么他就把这个2给匹配出来了 123的2 没问题 好 那数字的数字范围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匹配个数的问题 限定重复匹配的次数 我们可以使用大括号来解决 还是举个例子 大括号里面加上一个数 表示重复的次数 那我这里可以匹配A BBBC 可以吧 因为这个大括号里面是表示他前面的这个 这个被匹配的字符要多重复多少次 那你自己要求他这个B要重复3次 所以呢他会匹配A BBBC 那我如果说我 手多了 小手一抖 多了几个B 他匹配不了 OK 3就必须是3 那你如果说 给他一个范围可以吗 没问题 你可以这么写 你可以匹配3 到10次 OK 那么这里呢 你在3或10以内的B 他都会进行匹配 OK 这个范围也没问题了 这个重复次数也没问题了 那我现在已经是看到大家 似乎已经是信心满满 跃跃意识的感觉 我忍不住还是要来打击一下大家 请问 如何用正则表达是匹配0至255 255 这个范围里边的数呢 例如说188 你怎么去匹配他 有些同学我知道 他想都不用想 他就这么写给你看 R1.search 他会这么写 0到255 简单 匹配一个多少 188是吧 OK 什么回事 匹配出了一个1 他也可能会这么写 有些朋友可能会这么写 0到5 0到5 255嘛 是吧 哎呀 匹配不到 怎么样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对吧 要记住 正则表达是匹配的是字符创 所以呢 数字对于字符来说 只有什么0到9 是不是 所有的数字都是由0到9这几个字符组成的嘛 例如说像123 他就是由1 2 3 三个字符来组成的 他并没有说百十千这些单位 对不对 所以呢 0至255 这个字符类 就这个字符类 这个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他表示的是0至2 还有两个5 所以呢 他会匹配0 0至2就是012嘛 两个5就是 就是重复了 就是有一个5 那他就会匹配0125 四个数字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他得到的是匹配一个1出来了 就这么这么这么明显 所以呢 要匹配0到255 这个范围里面的数字 我们用正则表达 是我们应该这么写 好 我写给大家看 第一个是01 再用或 第二个是我写 你看一下能不能理解 这里是01 这里应该是2 然后就是 这里是0到4 这里的话呢 是25 应该是0到5 好 大家这样能不能理解 其实很简单 这个货呢 跟我们这个逻辑货 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 要么这个成立 要么这个成立 要么就这个成立 三个里面 其中任何一个成立 都是OK的 这跟西元的这个货 是一样的 那这里就是 你要分开来理解 如果说 你第一百位数字 是0或者1的话呢 那么他的十位和各位 都可以是任何数字 例如说188 199 是不是 都是符合范围 都是在0到255之间 那你如果说 十位 白位范围是2 然后十位范围是0到4 那你这个末位数 各位都可以 0到9都可以 那你如果说 百位是2 十位是5 那么各位只能是0到5 没有256 257也是超出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一个货语句 就把所有的范围 0到255 所有的可能性 都给包含进来了 所以我们这么写 按照这样的话 我们来试试匹配IP地址 好 已经快接近胜利了 那我们就先来写一个 01 或2 0到4 好 谁这样低 或2 5 然后是吧 0到5 我们这里加上一个小括号 小括号 我待会再解释 然后呢 再加一个点 然后呢 这里要重复多少次 要重复三次 然后再拷贝一个过来 我们匹配 192.168.1.1 OK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虽然我们匹配失败了 好 但是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小括号是干嘛用的 小括号呢 表示的是分组 这跟数学中 小括号起到的 作用是类似的 一个小组 就是一个整体 然后我们在后边 加上一个重复的次数3 对不对 那一个小组里面的内容 都必须匹配 那你这个小组 匹配完之后 你再来匹配这个 仿斜杠点 然后呢 前面这些内容 需要匹配多少次 需要匹配三次 我这里写还不对 我这里写表示的是 这个仿斜杠点 匹配三次 对不对 那我应该再加一个小括号 在这里再加一个小括号 把它扩起来 这跟我们数学的小括号是一个道理 把它扩起来就变成一个整体 就相当于这一部分 需要重复匹配三次 这个意思 那这样子我们依然是 弄不出来 怎么回事 匹配不出来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眼尖的鱼有可能发现了 我们这里没有充分考虑到数字的位数 因为呢 数字1 我们并不会说刻意写成 001 这样子三位数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里你看 你这里要求的都是三位数 无论你是什么吧 你这里是0或1 都需要有一个位在这里 对吧 那不行 那你可能说 你例如说我们像这个198.1 192.168.1.1 这个1我们没有写成001 所以呢 我们1就是1 它前面两位应该是可选的 可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重复的次数 对不对 重复0 0次就是没有嘛 那我们就 如法炮制 这么来改 重复0次 或者一次 就可有可无 那这个也是重复0次 或者重复一次 然后这里相应的修改一下 0 1 0 1 可以了 找到了 那我们的匹配IP 那基本是搞定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充分理解 当你发现一个问题 可以用正折表达式来解决的时候 于是你就会有两个问题 这句话的意思了 但是呢 大家也充分掌握 了解到这个 掌握正折表达式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讲 Python的爬虫应用 所以呢 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讲解正折表达式的 隐藏技能 这里小姐翻译了 Python官方的 一篇关于正折表达式的 how to文档 大家这里课后 可以来看一下 ok 在这里啊 总共有详解1到7 好的 课后自己来看一下 来学习一下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个节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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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